欢迎来到我们的食品实验室 穿上白袍头戴无菌帽 专业检验人员进驻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实验室竟然是在饭店内 小心翼翼的把厨房食材采样 打碎制成简体 像这样的涂吸检查 一周勾达三次 去年底的时候设置好这个实验室之后 今年就已经开始运作了 那实验室的话分成两个大部分 一个的话是在蔬果农药残留检测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食品维生物的部分 金华酒店市资百万打造实验室 每天随选蔬果筛减农药残留 一小时内见真章 超标马上退还给厂商 就连大肠杆菌生菌树 也能透过快筛片自行检验 农药的残留检测 或者是食品维生物的话 都会比委外的话来得更快 所以我们有更快的时间 可以做一个反应 食安风暴后 依规定餐饮收入占全营收50%以上 就得设置食安实验室 五星级饭店 喜来登 每周检测抗生素 药物 农药残留 韩山爱美则把重点摆在 进货标签检验 业者依法自主管理 将实验室搬到第一线 为食安问题把关 简单是葵 李佩萱 特报道 5名 三人 三人 二人 八人 叶述 涉